Hello 大家好 我是笨笨 讲错了啦 是笨笨 欢迎收听 笨笨小剧场 上一集说到 元宇再次前往玄建国的边境之城索沃 拜访老城主 希望可以查出当年奇幻变成奇幻仙子的秘密 老城主会告诉元宇什么样的故事呢 而元宇又会发现什么线索呢 那千万别错过 想去精灵世界的人类公主第七集的故事哦 你相信蘑菇森林吗 元宇裹着奶奶的披肩 凑近老城主 神神秘秘地问了这句话 见老城主低下头 白色长眉毛跟眼睛一起下垂 仿佛陷入了长长的沉思里 元宇就坐直背脊 四处张望了起来 这座边境之城的花园 看起来很典雅 只是冬天的严寒 掩盖了花园的生机 元宇不禁觉得 当春天来临时 这座花园一定很美 他们所坐的凉亭 位于花园的正中央 地上摆了几盆小火炉 凉亭的四个边角 还种了几棵小松树 在这个溶雪的时节里 小松树依旧很翠绿 很有精神 凉亭外种了几棵凤凰树 现在还光秃秃的 看不出火焰般的色彩 以凉亭为中心 有一圈圈如连一般 往外扩散开来的花园 但一点心芽也没冒出来 让依偎着花园生长的矮罐木 显得有点高大 在凉亭的不远处 有座池塘 有几多水仙 已经悄悄地开了 滴滴地看向平静的水面 我不相信 老城主终于开口说话了 冤雨不再观看花园里的景象 回头凝视着老城主 老城主的头还是滴滴的 垂下的肩膀显得很疲惫 我们从小啊 听的是骑士如何在战场上写战 驻剑大师呢 如何辛苦才打造出精良的明鉴 至于那路边的营游诗人 也会入乡随俗 歌颂战士的功绩 英雄的辉煌 但那些不着边际的魔法 既不实际 我们也不爱听 唉 但在去年的冬末春初之际啊 议事厅里出现了一盘月饼 我啊 可有点相信啦 老城主说到这里 周年女佣人 拿着一盘蜂蜜乳酪蛋糕 回到凉亭 年轻的男仆 为他们一一蒸满了热乌龙 老城主就忙着招呼冤雨 和卢娜吃下午茶 元宇道了谢 心不在焉的吃了几口蛋糕 老城主拿起茶杯 慢悠悠的喝了一口茶 才又继续说起去年冬末的故事 那一天 老城主一如往常的走进议事厅里 坐在壁炉旁的木椅子上 准备查看每天的税付收入 和前线军官回报的消息 屋里的两位仆人 忙着为老城主生炉祸和倒茶 是那位中年女佣人 先在侧边的桌子上 发现了那盘月饼 好奇怪哦 今天我没做月饼啊 小李啊 是不是你 名字叫做李雷瓦 绰号叫小李的年轻男仆 连忙摇摇手 阿梅姐 我最不会做蛋糕了 怎么会是我呢 好了 阿梅 小李 都不要说了 把那盘月饼拿给我看看 阿梅把月饼递到老城主的面前 老城主拿起一块月饼 直接把月饼掰开来了 里面的内线包着一张纸条 上面圆滚滚的字迹 宛如是少女所写的 老城主说到这里 一旁的中年女佣人阿梅 气鼓鼓地说 哎呦 城主大人啊 来历不明的月饼总是要小心 哈哈 阿梅啊 那月饼看起来没有毒啊 啊 总之呢 里面啊 居然有一封信 我打开来看 发现 是我那傻女儿写的啊 她说 有魔法师当邻居 每天呢 可以跟精灵王子喝下午茶 还说 过一段时间 就会回来看我 哈哈 这孩子啊 怎么 还这么像孩子呢 老城主说完 眼神迷蒙 一旁的阿梅 轻轻喉咙 老城主 这才回过神说 公主殿下 谢谢您听我这老人说这些话 唉 毕竟我这盼了这么多年 还收到这么一封信 希望公主殿下 可以找到更多我女儿的线索 而不是呢 只有这虚无缥缈的蘑菇森林 渊宇亲身开口问 你这里还有没有喜万小姐的物品呢 哦 那就是这座花园吧 她以前啊 最喜欢这座花园了 还种了石壶兰 香槟玫瑰 像日葵 和凤凰树 说 可以代表爸爸 而她呢 就像美丽的水仙花 最喜欢看着自己水中的倒影了 唉 剩下的 我几乎 没有留了吧 渊宇还想追问 看到那位叫阿梅的中年妇人 一直对自己识眼色 好像有话要说 于是 元宇就笑着对城主说 非常感谢波迪里奥城主的招待 真希望可以看到这座花园春天的样子 老城主慈想地说 公主殿下 您想在这待多久都可以的 啊有什么需要呢 也都可以跟阿梅说哦 元宇点点头 笑着告退离席 卢娜也站起来 对老城主鞠躬 他们就跟着阿梅 一起回到城堡里 然而 阿梅没有带他们按远路回到房间 而是特意绕到西边的楼梯上 打开门 走进一条长廊 走廊右边的墙上挂满了画像 左边的墙上则只有一幅大画像 阿梅举起了手上的蜡烛 先照亮右边墙上的画像群 这是波迪里奥家族担任历代所握城主的画像 最后一幅是老城主年轻时的样子 外表阴姿焕发 胸口别着一枚勋章 腰间配着一把剑 画这幅画时 老城主还留着金黄色的洛塞壶 阿梅又举起蜡烛 照向左边的墙壁 这中间啊就是我们城主大人和他早年过世的夫人 后面那两位双胞胎就是提娜小姐和提莉公子了 哎呀但他们长年在外征战不到25岁就过世了 阿那个站在城主大人怀里的就是喜万小姐了 画里的喜万有一头金色的卷发 高高的绑着橘红色的蝴蝶结 他跟父母和胸姐不同 没有穿着军装 别着配件 而是穿了一件橘红色的洋装 不知是不是画家刻意的 画里就只有喜万一个人嘟着嘴巴 喜万小姐她从小就与众不同 练剑时就她最不专心 九岁生日那天 又不知道从哪里拿来贵国出版的服饰大全 居然嚷着说要天天换新衣服 还说自己要改名叫奇幻 然后啊在城里遇到的那个人 就说要学戏法 然后就离开了 你叫阿梅对吗 你有留任何喜万小姐的物品吗 有的有的 我请公主来啊 就是要请您看这个 阿梅说着 在墙壁上摸索着 卢娜把手放在剑柄上 以防有暗器 但阿梅就只是在下方算来 第二排的瓷砖上敲一敲 那瓷砖抖动了几下 就往外打开了 露出一个大洞 里面有一包用油布包裹好的物品 卢娜接过这物品放在地上打开 里面有一套橘红色的小烹裙礼服 有点顿色的橘红色发带 整整齐齐的叠放上头 阿梅语重心长地说 这些啊 是喜万小姐离开家时 换下的衣服和发带 当初 她用我这个阿梅姐帮她收好 说学完戏法 就可以换好多套美丽的衣服给我看了 哎呦 谁知道 这四十年都过去了 她还是没回来 鸳鱼想了想就问阿梅 我还可以在哪里买到这些物品呢 在城东的市集 有一位做了四五十年的小摊贩 已经传承第三代了 哦 听说啊 也是从贵国过来摆摊的啊 哦 我突然想起来了 那里也是喜万小姐 跟那个人离开的地方 阿梅还告诉他们 城东的市集天天有 平时就有许多纳布利斯的商人 会前来这里摆摊 摊位上摆的 都是朴素的亚麻色 白色和黑色的布料或饰品 但商人也带来了色彩鲜艳的布料 得要特别询问才看得到 因为玄建国人 还是以素色的衣着为主 阿梅叹了一口气又说 啊 我们喜万小姐啊 特别喜欢买这些色泽鲜艳的 段布回来做衣裳 哎呀 城主所属的波底里奥家族 虽是名门 但也不富有啊 我在这啊 说句不得体的话 要不是喜万小姐离开 还不知道她要买多少衣服 花多少钱啊 鸳鱼想了想 笑着提出请求 这样吧 阿梅 可以借我这件衣服和发带吗 阿梅依依不舍得 用油布包裹好洋装和饰品 递给鸳鱼 将瓷砖推回墙壁 再举起蜡烛 带着鸳鱼和卢娜 走出长廊 第二天吃过早饭 鸳鱼交代卢娜 戴上那包衣服 一起到市集去 他们先骑马到城东 把马山在一棵树上 就走进市集里 鸳鱼越往市集里走 越觉得自己 好像回到了纳布利斯 市集前端卖的 以刀具 防具为主的商品 越到后段 越多纳布利斯来的纺织品 艺术画家 好惯的摊贩 而鸳鱼和卢娜 这样的组合 还是非常的醒目 毕竟贵族通常都只派仆人 出来市集才买 很少会带着侍卫 一起到市集 在许多商贩的注目下 鸳鱼和卢娜 走到最东边的一个 布料摊位前 才停下脚步 其他的摊贩 好奇地伸长脖子 盯着卢娜 左手里的布包看 但一看到卢娜的右手 握在剑柄上 就都伸伸舌头 不敢多看了 布料摊位的老板 知道来的是个贵族 恭敬地说 小的索依 见过阁下 鸳鱼白白手 打断了它 示意卢娜打开油布包 拿出橘红色的小礼服和法袋 请问一下 你这边有同样的布料吗 能为我做相同的款式吗 摊位的老板索依 接过礼服和法袋 沉吟着说 嗯 这布料是我祖父当时卖的花样 这种风格也是四十几年前流行的款式 布料的话要看仓库那里有没有 应该是还有一点啊 看起来也很适合阁下的气质 那你什么时候能做好 最慢下个月 最快下周就能给您了 鸳鱼满意地点点头 索依叫出自己的女儿 帮鸳鱼丈量衣服尺寸 并介绍一下衣服制作的程序后 鸳鱼才带着卢娜离开摊位 到其他的摊位前 打听他们卖的商品和索卧的特产 才缓步走回扇着马的大树前 鸳鱼这才小声地问 公主殿下 您为何要在这订做衣服啊 当然是要穿去精灵王子的生日宴会咯 但您还带了很多套礼服吧 每一件都是上乘之作啊 对啊 但是这一件衣服特别不一样哦 我希望可以用类似的装扮 让其万仙子想起过去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哦 下一次要再带大家一起参加 精灵王子丹尹的生日宴会 而这一次的宴会上 还会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呢 想知道后续 别忘了订阅奔奔小剧场 如果喜欢故事 也可以追踪我的脸书和Instagram 或是请奔奔吃一顿蘑菇餐或点心哦 奔奔小剧场 下回待续 下回见